Hello 大家好 我是希望君 上期说到1051话 陆飞觉醒五胆 打败凯多 陶子柱也成为将军 何之国迎来黎明 当前 何之国内外发生了许多事 首先 左屋消失在大海的雾中 这意味着何之国不会开国 依旧是铜墙铁壁 所以世界政府的大军 没办法进攻何之国 其次 幸存的CP0特工逃出何之国 另外 鬼岛上德雷克和霍金斯 身负重山 模样凄惨 时间一会儿 七日之后 现在 何之国依然洋溢着胜利的氛围 学堂里的老师也开始讲述 何之国的英雄故事 故事里有着光月家族 有着刺鞘武士 也有打败凯多的乔伊波伊 以及媲美刀神的剑豪 不过 在胜利的喜悦中 也有着失去同伴的哀三 零后的万年总多出了两块墓碑 分别是乙战以及阿修罗同志 另一边 陆飞和索隆总算从昏迷中苏醒 两人睁眼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药肉和药酒 而陶子柱早就在等陆飞醒来 举办一场全国庆典 这时大家都看到陶子柱的成年模样 陶子柱还当自己只有八岁 立刻扑到纳美的胸上 对此 纳美马上回应一记 无情铁拳 接下来大家提议要在庆典前泡一泡澡 这次大和以玉田的身份来到南玉池 坦诚相待 阿菊则是来到女玉池 和纳美等人一同沐浴 目光转到长营港 海贼们汇聚一处 此刻阿普拿出一份最新的报纸 上面写着陆飞 基德 罗 得被悬散三十亿贝力 陆飞还成为新晋四皇 与红发和黑骨子并列 没想到另外一位新晋四皇 竟然是世界最强小丑之皇 千两道话 巴基传掌 与此同时 海军大将绿牛孤身来到和之国 绿牛是生生果实能力者 可让身躯变成植物 他的战斗力异常彪悍 突袭突腕监狱 魂英和静等人 全都被绿牛吸成人肝 如今绿牛的目标就是抓捕四皇陆飞 来到晚上 和之国开始举办庆典 这是陆飞期盼已久的盛大派对 在漫天的烟花中 所有人也一起举杯 不醉不归 但是就在大家慌庆时 绿牛却来到庆典外围 这时 刺鞘五十狼虾绿牛 不让对方破坏庆典 而绿牛却有着十分严重的国家歧视 对于世界政府的非家门国 绿牛都想将其踩在脚下 只见绿牛发动能力 静正生生 这一瞬间 绿牛的身躯变成茫茫森林 仿佛自然的化身 随后绿牛变成森林人 大战刺鞘五十 过程中 大和与陶子柱先后赶到战场之援 陶子柱还要求大和不许出手 因为他希望依靠自己和五十门的力量 守护和之国 然而刺鞘五十根本不是绿牛的对手 不出一会儿 所有人都被绿牛的植物长绕 危难之际 陶子柱忽然爆发 他竟喷出一口凯多级别的热熙 护和之国的信念下 陶子柱的实力突飞猛进 然而绿牛瞬间恢复如初 他还想把陶子柱做成烤串 以泄心头之恨 恰在此时 远方传来一阵恐怖的霸王色 来者近视 红发香克斯 原来早前 红发海贼团已来到和之国进海 红发也看到陆飞成为四皇的消息 为陆飞感到骄傲 这一刻 红发不禁想起自己和陆飞的过去 曾经 他从CP9扶持服手中 抢到橡胶果实 后来 红发遇到了陆飞 两人也有了命运的邂逅 不过 红发决定暂时不去见陆飞 他还对贝克曼说出 咱们也该去取了吧 绝无仅有的大秘宝 One Piece 回到现在 红发威胁绿牛挺手 给自己一个面子 他还怒斥海军 难道就这么害怕新时代吗 最终 绿牛不想和红发开战 离开和之国 而在远方 陆飞等人 早就看到一切 其中三次感叹 轮不到自己出场 索隆则说 桃子变厉害了 红发的霸气 真了不得 最后 陆飞笑着说 我倒是想起故人了 此刻天边 红发的船只 正缓缓 死向大海 另一边 罗宾独自来到城堡内部 见到飞侧 这里是御田之父 光月兽洗烧的房间 有着历史证文 飞侧还袒入自己的真实身份 正是光月兽洗烧 原来 光月兽洗烧 曾被大蛇囚禁 后来才侥幸逃出 如今 罗宾根据阿拉巴斯坦的历史证文发现 古代兵器 冥王普鲁托 就在和之国 接着罗也来到城堡内部 大家一路向下 走了很久 终于 三人来到地下深处 看到了海中的和之国 原来 这里是800年前的和之国 过去 和之国位于滕山脚下 不知何时 和之国外建起了一道围墙 因此 墙内的水越来越多 和之国被淹没 人们只能在滕山上建立新的和之国 一直延续至今 接下来罗宾找到一块陆标历史文本 从这个地方继续往下 还是冥王普鲁托 沉睡的地方 而要唤醒冥王 就要消除包围和之国的墙壁 完成开国 换言之 解放古代兵器的代价 就是让和之国失去防御 不管怎样 罗宾现在得知了海王和冥王的所在 他也得到了左屋 万国 和之国 三块陆标历史文本 只差最后一块 就能找到拉夫德鲁的所在 与此同时 新世界海军总部 赤犬正位 赤犬头疼 前不久 赤犬带队从两位大将手中救出暴君雄 他还破坏了天龙人的天降龙之体 向天龙人宣战 现在赤犬的名号是炎帝 成为世界的英雄 他的风头甚至还要超过革命军老大龙 另外有报道说 赤犬刺杀了阿拉巴斯坦的寇布拉国王 而阿拉巴斯坦的巍巍公主还神秘失踪 如今 赤犬引领了叛乱风潮 有几个国家甚至出现了八国革命 再加上萨伯的弟弟路飞刚刚新进四皇 这片大海正在迎来一个变革的新时代 不过赤犬却发誓 要让所有人都吃不了 都则走 目光回到和之国 庆典刚刚结束 今天雷战等人正在养三 警卫们则是和阿赫重温旧爱 另外 犬狼和猫腹蛇都决定留在和之国 他们将毛皮族国王的位置交给迦洛特 因为迦洛特继承了佩德罗的意志 他也和路飞一起出海冒险 是最合适的人 另一边 光月兽喜梢和陶之柱爷孙相认 他还决定今后继续隐姓埋名 此外 小忍完成减肥 变成青春淑女 阿玉还拜小忍为师 学习忍术 这时 陆飞等人聊天说起冥王的事 被卡里布偷听 卡里布还想着 要把海王和冥王的事 告诉那个人 时间一晃 数日后 今天陶之柱突然发现 陆飞等人居然不告而别 整个和之国 只有陶之柱和警卫们 不知道陆飞离开 会离开和之国的方向争吵 他们决定各奔东西 今后再见就是敌人 谈话时 基德还拿出一份 关于巴基的情报 没想到 巴基成立了十字工会组织 他的下方 赫兰有着鹰眼 以及杀鳄鱼 之后 罗将一份路标 历史证文拓本送给基德 依照同门约定 这份信息应该共享 基德还说起一个 和One Piece有关的神秘人 烧山囊 与此同时 陶之柱找到大和 他立刻变成巨龙 带着大和与警卫们赶去港口 途中 大和说出自己和陆飞的约定 他准备像玉田一样 先在和之国进行历练 所以大和暂时不会上船 而会留在和之国 接着 陶之柱怒气冲冲的赶到港口 他准备质问陆飞 为什么不告而别 但是就在两人见面后 陶之柱却突然从愤怒 转为哭泣 希望陆飞不要离开 回想往事 这一路走来 大家一起经历了许多许多 不过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临走前 陆飞送给陶之柱 一面海贼旗 只要挂上这面旗帜 和之国就是陆飞的伙伴 今后有人敢对和之国动手 那就是对四皇的挑衅 话必陆飞向着众人告别 驾船离开 这一刻 陶之柱也许下诺言 在下总有一天 要超越光月玉田 其实这句话让大和非常疑惑 陶之柱为啥要超越自己 接下来 陆飞基德和罗 驾船冲下和之国的瀑布 他们三人也成为了和之国 永远流传的英雄传说 相传三位英雄 犹如冥王县世 狂风一般席卷敌军 无论龙王凯多 还是四皇大妈 皆败于正前 其败正时的嘶吼声 响彻天际 此刻 花都正在上演 传次男和小子 展大蛇的戏剧 随着日和对大蛇的最终宣判 戏剧进入最高潮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齐声高呼 乳便是越烧越透的 黑炭饰演 此刻 说出人的声音 缓缓传来 说的正是鬼岛讨伐战 十指火迹当日 有时恶客 反越崖 齐聚港口 成功雪恨 这是一部 勇士流传的 世家复仇雪风路 必是一群 流翻百世的武士们 胜者归来的故事 这时 陶子柱询问大家 海贼骑 要挂哪里好呢 就此 在漫天飞舞的樱花中 盒子柱片 圆满落幕 好了 以上就是海贼王漫画1052到1057话的主要剧情 到此 盒子柱片告一段落 即将开启的 将是海贼王最精彩的最终章 那么 喜欢海贼王系列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和删留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